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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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这被蒂立即是刻薄招的手段实在叫他倒了胃口 他不利以最狠利的招式回敬 于是 带到哲言追上来时 见到的便是阴云笼罩下的碧海苍灵 波兰剑起的一汪深潭 以及端立岸边 冷英肃杀的东华 东华正在细细查看冰棺与结界破损处的痕迹 冰棺置于林泉中时 他未设静置 如今也没发现什么外力侵入的线索 倒是这结界 当初他特为花了一番力气 想要进出并不那么容易 因而破损处便留下了些异样的气息 东华仔细分辨 应是渺络的气息 如若是他 虽然凶险到也有可谓之处 他本就是冲着东华来的 辱了凤酒不过是为了威胁于他 一时半会而间应不致往最坏的结果去 可他到底会使出什么手段 东华终究不敢拖大 那是小白 是他时时刻刻拖在掌心里 护在心坎上 看得比自己还重的人 他不想他受分好的委屈 他与渺络之间 争斗了数十万年 期间虽有此消彼长 这位宿敌却没有一次讨到好的 这次并然也是一样 他觉得蹊跷的是 自己设的绝界因何如此不顶用 竟然挡不住渺络的行动 还能在自己未察觉的情况下 任其自由进出 但无论如何 他们总要有个了断 他一次次触碰他的底线 不过是让他更有了抽刀断水的决心而已 东华力在那乡不过片刻 心念已急转了数回 未等他有进一步行动 众林匆匆来报 称妖族大军已现九重天 那一刻 哲人见他面臣似水 周身气势凌厉又压抑 四爵士名气凛然出窍 剑盲不显而锋锐如有实质 一场恶战势在必行 九重天上 南天门外星罗起步出现了一支大军 看外星大多是妖族士兵 见或有魔族人掺杂其中做了走卒 近来九重天上早就谈论开了一触即发的仙妖大战 如今不过是悬在头顶的一块大势落地 虽有害怕到也不知如何惊讶 南天门各守卫已然操练过应对敌情 此时还算镇定 众将是一招天军夜华连日来的部署 找好自己的方位不点 列阵已对 相较于天族的壁垒森严 妖族大军显得要持得木讷许多 无论步阵 迎战 都颤颤巍巍似随时都会倒下 一片死寂的战场上 他们浑身上下裹着的层层叠叠的破布烂山 不仅没有凸显分豪潇洒乞乞丐 反倒因为从不投后露出的呆至空洞的眼 而显得尤为诡异 不仅如此 便是妖族大军里为数不多的妖兽 也少了一般同类嘶吼娇嚣的暴脾气 各自拢在一团黑气里 只瞪着眼白过多的眼珠 静静注视前方 空气中已约有一股腐臭传来 与之前出现在清秋的军队一样 这只妖族大军大都不是生灵 而是被制作出来的傀儡 只是武器却较前次高了许多 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将士屈翘 这些傀儡先是朝着一个方向 念无表情的尽力不动 过了一刻却似收到了什么讯息 缓缓地朝着南天门方向涌来 步伐从小到大 会成一股黑色的洪流 若非训练有素 众天兵天将约梦要背这阵势震慑 这到底是妖族还是鬼族 但此处是九重天 在这里失了寸土 便等于打了天族的脸面 以众将士的血腥如何容得 是以 众兵将压住心头不适 提着刀枪见己迎头就是痛击 银白色的天族战袍 与黑色的妖族大军 迅速找到一处 一时杀得难解难分 天族众人虽从清秋那里 听说了妖族大军的难缠 但见对方除了长得寒称以外 似乎也并不见什么章法 但论武器而言或有高下 可要论灵活度 天兵天将显然要超出许多 便不免有些轻敌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支 恨似能如菜瓜般轻易放倒的军队 一来二去之后叫他们知道了厉害 不怕敌人勇猛 只怕敌人杀不死 谁能有无穷无尽的力气陪着号 饶式指挥的手将有所准备 施了法术来鼓舞士气 终究还是抵不住持久不断的消耗 从豪气阵天到战事胶着 局势一波三折 战暴雪片阳飞至灵霄宝殿 夜华十分镇定地掉了别处的天兵前来增援 总算勉强抵补了体力上的不对等 只是双方缠斗的颇为艰难 按照夜华等人的估计 妖族大军绝不止这一招数 果不其然 烧请 妖族大军中有些受损颇重的傀儡 突然爆出一团团黑气 将围攻他的天族士兵困在其中 被围困的兵将威仪愣正 便被这黑气侵蚀的睁不开眼 屈体上也是伤痕累累 带到黑气顺着伤痕入体 不过虚愚 阵中天兵天将已然倒了一片 辗转身 迎者有之 全无生息者亦有之 是卓西 一旁观战的连颂与灵霄宝殿中得性的夜华 几乎同样迅速地反应过来 这一招不算意料之外 只是当初商定的应对之人 此时却不在 帝君呢 二人打量四周 未曾见到东华的身影 又与身边人相寻 君未得到答案 夜华甚至已在转念 是否要立刻联络兄找莫冤 取了昆仑旭来以备不时之虚 随着战场中溢出的浊西越来越多 南天门外一贯明朗的天空 骤然暗了下来 浊西在半空中飘散舞动 于堂皇的殿角上头上黑影 是计较 也是挑衅 便在此时满眼的暗沉中忽然闪耀出无数光点 光点汇聚成一片片佛林花瓣 仿佛一场无声的雪 纷纷扬扬扬地从高空眩落 花瓣柔软的边缘浮过飘扬的黑气 却如一柄柄尖刀划破了青沙般层叠的灼溪 留下一个个新鲜的破洞 众天兵天将顿绝周身组织的气息一缓 佛林花瓣的出现 招式了来人的信息 不用问 是东华帝君到了 天族人马七十为之一阵 东华尚未现身 倒是苍和剑先呼啸而来 朝着战场上不起眼的一脚直插过去 看似寻常 空无一人的空间突然叙了一须 一阵连一般的波动之后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